那我們最後一個範例我們就來玩一下這個跑馬燈 那跑馬燈就是我們講的LD的點擊症 LD點擊症我們這個是8864的 雖然不是說像外面那麼大一個 可是其實基本的東西還算可以玩 有點像反正各位走在路上一定會看到什麼 小綠人之類 我有個範例是在玩小綠人 他就可以把這個顯示出來 但是這個我們這個LD點擊症 抱歉一個顏色而已 不是全彩的 應該是算黃色的 首先第一個你要先確認一下 因為我們在這個LD點擊症上面 您可以看到12345 有沒有五個腳位 有五個 而且你如果認真看的話 看這個實體 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裡板子有突出來 上面是這樣 所以你要看的是下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白白的那個字 這個字就是我們現在上面那個字 這樣你清楚了嗎 所以 待會你要找的時候不要找錯了 是插這一邊 是插這一邊 好 那我們先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板子 它這個 腳位的意義 你進來這邊之後呢 VCC不用講 這是電源 電源 這是五福特的 LD點擊症 如果你偷懶的話 偷懶的話 接3.3 應該也會亮一下 但是沒有辦法 64顆都亮 呵呵呵 就是電壓不足 我們講電壓不足 所以麻煩各位一定要接到這個VCC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的接地沒有問題吧 接地齁 就直接接到這個 接地這邊來 所以待會我們的渡邦線要派上用場 好 渡邦一下那 那這裡呢還有這個 三個 好三個 這個我們就分別接到這些 轉 不一定要接到這幾個 就是這些訊號線都可以接 只要你確定好 你是接哪一個就好了 原則上我們在Smart上面 Smart上面的話 通常啊 通常我們會接哪幾個 就接這幾個 有沒有 有毛毛蟲的 是一般我們都類似的 所以我們就沒有特別接它 我會接這幾個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自己自由選擇 這幾個都可以接 那如果你怕接錯的話 你就照簡報上面來接 這個 好 那了解了 硬體的接之後呢 我們就真的動手來接看看 你把你的這個 這個拿出來之後 我們的渡邦線 您找一下 我們要的是公跟母的喔 因為 接這一端的是要是母的 好 您看一下 一般我在接 就是 接裝置這邊 我會比較整齊 就照著這樣 像我現在手上 我是用五條 有沒有 我這邊是用五條 我就整齊的對上來就好了 當然如果你要比較標準的 其實一般我們如果是接電源的 通常是用顏色比較鮮豔的 比如說紅色的啊 橘色啊 那接地的 一般就是用比較暗的 比如說黑色的 灰色的 這種比較暗 或者是那個中 就是比較偏中色的 那我們現在就先沒有分那麼多 我們就這樣接看看 那你記得在接的時候啊 盡量把它推到底 但是手還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那個LED燈的後面 它那個接腳還是很刺刺的嘛 所以自己還是要留意一下 好盡量把它 把它推到底 我們這杜邦線盡量像這樣把它推到底 有沒有我這樣接這邊 是不是很整齊 對不對 你的線的顏色不影響喔 所以你用什麼顏色 不見得要跟簡報上或跟我的一樣 你只要能夠確認好 哪一個顏色是對到哪一個角位 這樣比較重要 好那你看我現在接好了 我就來一個一個對 我第一條是什麼 第一條是我們這邊是VCC電源 所以我 麻煩各位一件事情 你的電源要先斷掉 一定要先斷掉喔 因為這個就算你接上了 有電源沒有斷掉 你的LED燈也不會亮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個LED點矩症啊 它接上電源的時候 會先做一個初始化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沒有經過那一關 怎麼亮都不會亮 那你原本那個單顆的LED燈 你可以先麻拔下來 好可以先麻拔下來 那我們現在你看 我就把這個 我第一個電源是這個灰色 棕色的 我就接到VCC這邊喔 這裡有個VCC 我把它接進去 好那第二顆是接地 我的紅色這個是接地 我就轉過來這裡 所以這個就會繞來繞去的喔 可能就不像我們剛剛第一次 那麼容易就馬上裝上去 好 你如果覺得 你用十條線一起這樣比較麻煩 你可以拆一半 先拆五條出來 像那個啊 像筷子一樣有沒有 沒有那種撕裂感 會很高興的 這樣 反正可以拆開啦 好所以你可以把它拆開一下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講的那個什麼 那個訊號線 這個就比較沒關係 以這邊來講 我就跟他一樣 跟我簡報一樣 就是接到16 14跟後面的5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DIN 這邊是黃色的 我就接到16 16 好 然後呢我的另外一個 欸不對 我的黃色是接14 第二條的 我的那個DIN是 應該是橘色的齁 我的DIN是橘色的 是16 它那個 一個是它那個什麼 好像是 CLK CLK 那個是CLK 就是那個 麥波 那個叫什麼 他們有一個 那個名詞 我就不然忘記 對對對 那一個是那個 訊號 DIGITAL IN 的樣子 CS 我有點忘記了 就是那些角位就是 那我最旁邊的CLK 我就接到 第五 所以 老師有發現這個 角位 就是那些 角位比較少的 有沒有 就會比較 你要稍微找一下的 齁 所以 其實像如果 我們用那個Arduino 那個UNO的板子 它角位比較多 你就沒有這個困擾 直接就一排就好 這個就是要轉來轉去的齁 好 好那我現在確認我已經接好了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才接上電源喔 欸各位老師 這顆把修皮 一百一 不是電壓一百一 是一百一十塊 哈哈哈哈 當買的話一百一十塊 這一個還一百一啊 我說這一個 哈哈哈哈 這顆啊 這顆一百一啊 一百到一百一啊 你在網路上買的差不多 因為我們量不多嘛 所以不會有太大的 優惠價就對了 齁 你如果確認好了 這個時候你才把你的 電源接上去 除非你的 電源跟接地 接點倒啦 不然 應該不會有聞到燒焦味 哈哈 欸我們上次那個 溫濕度齁 就真的有人 很厲害 剛好 電源跟接地 就給他接房 然後就開始融化 有味道這樣 哈哈 有沒有這樣各位的硬體 有接成功了嗎 好啊 好啊